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全球经济更有可能实现软着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因为世界经济出现分化 是时候让泰国的新政府严行一致进行改革了 马克卡尼可能会成为一位出色的首相 下一个是谁 以及其他10月10日的读者来信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卫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 有乌克兰战争和生活成本危机 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近年来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显著的韧性 IMF更新了其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指出 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从2022年的3.5%下降至今年的3% 并在2024年降至2.9% 预计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G7中储德国外经济增长最弱的国家 并在2024年以0.6%的增长率排名垫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全球经济更有可能实现软着陆 CN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 尽管中央银行在不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更有可能控制通胀 但经济增长仍然疲软且不稳定 IMF将今年全球增长预测维持在3% 但将2024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2.9% 该机构表示 全球经济艰难前行 风险向下倾斜 IMF还警告称 通胀将继续下降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直到2025年才能恢复到中央银行的目标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因为世界经济出现分化 日经亚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在2023年和2024年的增长预测 IMF表示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以及消费者和企业信心的疲软 对全球经济构成了重大风险 IMF现在预计 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5% 2024年将增长4.2% 分别比其7月份的先前预测下调了0.1和0.2个百分点 IMF还警告称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可能会加剧 并对全球商品出口国造成溢出效应 是时候让泰国的新政府严行一致 进行改革了 日经亚洲 泰国总理 Sresa Savicin是一位前房地产大亨 它面临着重振受COVID-19疫情严重打击的国家经济的压力 政府已宣布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 包括向每位16岁或以上的泰国人 发放1万泰铢271美元的数字现金补贴 然而 人们担心刺激措施将如何资助 以及政府是否会解决重要的结构性问题 为了实现政府雄心勃勃的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泰国需要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并实施全面的改革 马克 卡尼可能会成为一位出色的首相 下一个是谁 以及其他10月10日的读者来信 加拿大环球邮报 环球邮报的读者对最近的文章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一位读者认为 前加拿大和英国央行行长马克 卡尼将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理 但在加拿大选举制度下可能会遇到困难 另一位读者赞扬该报揭露政府腐败的努力 而第三位读者则强调地方政府的保密性 另一位读者认为 保守派对变革感到不适 因此难以解决复杂问题 而第五位读者则认为 自由党议员Ted Su 不应被忽视作为密西沙加市市长候选人 第六位读者质疑跨山书有管道300亿美元的成本 并建议这笔钱可以更好的用于绿色倡议 医疗改革和解决经济适用房问题 最后 另外两位读者讨论了利率上调的影响 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由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全球石油价格会继续上涨吗 半岛电视台 油价上涨 人们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会对中东能源生产产生影响 虽然以色列和加沙都不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 但市场担心这场冲突可能导致更广泛的地区不稳定 对能源价格的直接影响可能有限 但如果冲突蔓延到其他国家 石油供应可能面临更大风险 需要关注的因素包括冲突是否牵涉到伊朗或真主党 以及是否有证据显示伊朗参与了哈马斯的袭击 这可能导致美国对伊朗能源实施进一步制裁 伦敦股市反弹 因国债收益率回落 路透社 周二 英国股市出现反弹 因美联储官员鸽派言论 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 抵消了中东冲突的担忧 国际化的富士100指数上涨了0.9% 而更多关注国内市场的富士250指数上涨了0.6% 贵金属矿商股价上涨了0.8% 因黄金价格上涨 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之间冲突 导致的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 美联储高层官员的鸽派言论 对美元和国债收益率产生了压力 表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可能会使美联储放缓其短期政策利率的进一步提高 工业金属矿商股价也上涨了0.6% 因同价上涨 9月份 由于对利率的担忧 外资流出冲击了亚洲股市 路透社 9月份 亚洲股市出现大规模的外资流出 原因是对美国的高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激增表示担忧 来自台湾 印度 韩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泰国和越南的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 外国投资者在上个月抛售了价值112.6亿美元的地区股票 这是自2022年6月以来的最大流出 美联储在9月份维持了利率不变 但预计年底会加息 引发了对紧缩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的担忧 MSCI亚太指数在9月份下跌了2.9% 并创下了6个月来的最低点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为您带来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在本期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对全球经济的评估和预测 IMF表示 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并认为全球经济更有可能实现软着陆 然而 他们也指出了一些风险和挑战 比如通胀和中国经济增长下调的问题 同时 我们还关注到泰国新政府和加拿大政治局势的发展 泰国新政府面临着振兴经济 吸引外国投资和实施改革的压力 至于加拿大 读者们对政府的表现和未来发展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问题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中东地区局势对全球石油价格的影响 以及英国股市和亚洲股市受到的外资流出的冲击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 经济和政治都是充满变数和风险的 我们需要时刻关注世界的变化 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 现在 我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和疑问 请留言和我们分享 我们将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谢谢收看 我是六博士 下次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